根据数据统计,每升威士忌都会含有大约2.5公斤固体副产品酒渣,8升啤酒和10升废酒槽,这是一种含水的残渣。 根据苏格兰林肺物的数据,这相当于每年68万4千公吨酒水和超过23亿升啤酒。 这些残渣有些被用作动物饲料,有些被填埋或倾倒在河流和海洋中。 而一位生物燃料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创造性且高价值的废物利用方法。 Celtic Renewable的创始人Martin Tenney使用一种称为饼铜、丁醇、乙醇发酵的工艺。 其中细菌将威士忌酒槽和啤酒中的糖分解成酸,并更进一步分解成丁醇和乙醇等溶剂。 这些溶剂可以添加到汽油或柴油中,为汽车提供动力。 东斯青木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